在這現階段 我們還是看到整個政治 不太符合理性科學態度這種做法 坦白講 在今年的跨年晚會 我就看到整個台灣被民粹拖著走的現象 你想想看 公家辦的全部停掉 然後阿咪在台東辦的跨年晚會有7萬人 然後那個五月天在桃園也是好幾萬人 難道一次經過性病毒 跑到公家辦的場合他就會感染人 那跑到私人辦的場合他就不會感染人 不可能嘛 所以我在想說 為什麼整個台灣整個這種 整個社會被民粹綁架成這個樣子 讓政府一個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 如果台灣95%的私人企業 都會賺錢 你知道 賺多賺少 因為你如果沒有賺錢的話 你年底就倒閉了 那我就下一題就要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台灣95%的政府機關全部虧錢 全部都債留子 所以這怎麼一回事 事實上台北市政府到現在 我們很努力的工作 我們到現在為止六年領取債 還可以翻570億 難道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沒有 我們就是比較務實 該用的用 不該用 不要用 所以 人家說齁 政治上齁 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也不難 三個原則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講完了 很多人講 很多人在問我說 那就這麼簡單嗎 我說是啊 你看看齁 當前的政府 你知道齁 對的事情不做 不對的事情一直做 然後又很懶惰 所以政治沒有那麼困難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Good part 就是齁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就講完了 對的事情